美国总统拜登4月签署法案 要求TikTok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否则将在美国国内下架TikTok CNN今天报道 知悉裁员计划的员工透露 TikTok计划在全球营运及行销部门大裁员 预期会有至少1000名员工受到影响 科技业近期爆发裁员潮 TikTok传出已对内部发出通知 预计在22日至23日之间 陆续通知将对内容和行销两大部门进行大规模裁员 CNN报道 TikTok拟对全球裁员 估这波裁员将影响负责用户资源和沟通 以及负责内容和行销的团队 外媒报道 全球裁员这波决定意味着TikTok公司的策略转变 不再只是单纯的削点成本 显示该公司面临巨大压力 在此之前 字节跳动投资者估TikTok去年亏损数10亿美元 其200亿美元收入约80%来自美国市场 针对裁员报道 目前TikTok尚未对作出回应